各位早安 Adam Sandler已經很多年沒有出過什麼好戲 其實一直以來他都沒有什麼好戲 但他以前的戲也有點娛樂性 所以很多人都喜歡他 我並不喜歡他那一套 他做的戲我從來都不覺得特別好笑 但又不代表他從來沒有做過好戲 有一套叫做Rain Over Me 我覺得那套是OK的 以前他起碼嘗試去做戲 但現在他不單止是做戲 他連搞笑都爛 他那些戲是不好看 然後又不好笑 尤其是Netflix近年跟他簽了很多張拍戲的約 所以這傢伙他根本上就不休做 他拍出來的東西 那些錢是不是垃圾都照顧 他根本上就是 所以他在Netflix已經出了很多出爛戲 所以我對這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這齣《Murder Mystery》就是他的新戲 他之前也有跟Jennifer Aniston合作拍過戲 也是一齣不一般的戲 但那齣也算是有女看 這齣只有Jennifer Aniston看 他不是不漂亮 但是你知道是年紀的問題嗎 現在已經不是十八二十二了 這齣戲的故事就是說 他們是兩夫妻來的 Adam Sandler 他飾演一個失敗的丈夫 一個失敗的警察 他查案是很水皮的 他的眼界是很差的 但是他經常很想做一個detective 做一個有份去探案去查案的警員 但是他不是 有一次因為各樣的原因 他跟他老婆 根本上他們結婚很多年之後 就是第一次出國去旅行 他們在旅途上認識了一個有錢人 一個有錢人帶他們上郵輪 去見一下世面 後來在那隻郵輪上發生了一個密室殺人事件 然後這齣戲是說 兩夫妻去探案 老實說 雖然我不喜歡Adam Sandler 但是我覺得這齣戲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OK的定義就是 在Adam Sandler的Library裡面 在他拍攝的電影裡面 算是OK的 我的意思是這齣戲至少不難 是這樣的意思 我不是推薦你去看 根本上這齣戲 我覺得是一齣可有可無 可看可不看的電影 但我覺得他的主題至少是有趣 密室殺人 然後有探案的成份 他的故事就沒有好看了 因為他雖然有一個探案的設定 但是他不是真的探案 因為他裏面是 他不含用腦的這齣戲 所以在探案那方面 他拋了一個球出來 但是沒有人接到球 即是球掉了到地上 基本上他是一齣笑片 但是是一齣失敗的笑片 因為他的氣氛 雖然是輕鬆 即是他有那種氣氛 但是他由頭到尾 都是沒有笑的 即是我看完整齣戲 即是我可能笑了 不知有沒有一下 即是我比到盡可能笑了一下 即是都是勉強 即是看到某些位 他在畫面上有人說笑 即是畫面上有人說笑 然後我就 即是頂到盡是這樣的 因為我看這齣戲之前 剛剛在看CCTVB的《愛回家》 《愛回家》只有半小時 其實沒有半小時 他中間還在賣廣告 這齣戲超過過半小時 《愛回家》我那晚看過一集 比這齣戲好笑 我只可以說 《愛回家》我笑了幾次 哈哈哈哈 我笑點都不是高的 是吧 我亂這樣都會笑的 只是這齣戲太過失敗 只是他很密集 即是兩夫妻在鬥嘴 說話好像好笑 但我覺得是不好笑 硬滑溪 即是很不可以 那些演員其實是好看的 Jennifer Aniston OK 有 Gemma Arterton 都還是好看的 是吧 都是好看的 可惜這齣戲裡面 有很多好的演員 但他們完全沒有發揮的機會 其實Adam Sandler 如果要發揮 可能他也做得好戲 但他自己根本就不想發揮 被他催貌 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這齣戲 其實他有個好想法 如果他真的要努力去拍一個 密室殺人案 然後去偵探 他拍得好 其實是可以很好看的 但他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即是他連用腦去讀計劃 他都懶惰 那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這齣戲我是不推薦的 未至於是爛戲 但又何必 如果作為一齣笑片 你連免費在電視有得看的外回價 每晚都可以看外回價 都不如的話 我不覺得是有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 就是 思減 思減 未至於下載也免得 即是 你看一下也OK 我覺得